因為你搬家 所以家裡面都倒了 但是也有人說 你很多禮盒 有些禮盒還是茅台酒等等 你怎麼看 就是說 你這個對這兩種網路上的傳言 是不是請你利用這個機會說明一下 在這裡再一次的向全國 關心花蓮震災的好朋友 來表達感謝 對所有救災的人員 也再次表達你們的辛勞 這麼多人不顧著自己的生命 深入災區去搶救這些受難者 我們再一次的表達致敬 那在這裡再一次的強調 我家就是災區 而我家所有的東西 都是我傅崑崎買的 在花蓮是買不到茅台酒的 這個都是我每一趟出國的時候 在香港機場 在大陸機場去買的 那我家人到出國去 去買了一些 去買了一些紀念品來 陳如這個網路上說的 說是貴婦茶 結果大家Google一下就知道 那一袋七百塊台幣到一千塊台幣 我想我們完全無法理解 在這麼樣一個大的災難裡面 是用什麼樣的心情來看待 這些受災受難的人 台灣不是最善良最美麗的就是人嗎 我們在看到一位日本的作家 再三地表達為什麼他呼籲日本人 要來救助花蓮大地震的時候 我們還有這麼多的網軍 側翼去把它洗版 說不能捐給花蓮 也不能捐給紅十字會 說因為這是藍營在控制的 我想今天救災還有分顏色嗎 人命還有分顏色嗎 我們的孩子都在這塊土地上長大 要分彼此你我嗎 我覺得完全不可思議 自古以來大災大難當中 大家都是要止語要祈福 才能消災 要從災難中得到任何利益 是殃及子孫的 我要再三表達 怎麼會有這麼多奇怪的事情 傅君祺三十幾歲 就是上市公司的老闆 白收幾家 我家不能有幾萬塊的東西 我自己買的東西 這很奇怪 而且為什麼這麼沒有同理心 我們再次的表達 我們再次的表達 0206 0206的大地震 2018年 花蓮縣政府 所有所有的善款支出 我要在這裡跟大家做一個清楚的報告 這裡面善款委員會 負責所有善款的支出 他的負責人叫做張善政先生 前行政院長 裡面包括 包括 這個中國時報的社長 四位大律師 還有東華大學的校長 建築工會的理事長 慈濟院的院長 台灣省土木祭司公會的處長 所有災民的代表 都在這裡 請問以後哪一樣支出 不用激過這些人同意 而更荒唐的是 更荒唐的是 所有的災難的支出 全部 全部 是由行政院 全部按照行政院的指示來辦理 我個人怎麼樣受到侮辱 只要人民能夠得到災民 能夠得到安置 我一概都忍耐 我個人容辱不重要 2018年 所有的災後重建 完全按照行政院的要求來辦的 配合經濟部來辦的 但是他們的網軍跟側翼 卻是這樣子的來糟蹋花蓮